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叫丁德比 來自越南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台灣人 請聽我說》 《台灣人 請聽我說》 來台灣聽見 我很好奇 不知道外國朋友在台灣生活 不會受住人可以活下來嗎 或是在台灣的外國朋友 如果不會受住人會遇到什麼困難等等 我覺得這些問題 中文語言是應該不會想到的 但是對於我們外國朋友來說 這些問題是在腦海裡一直發展的 我還記得去年我幹了台灣時 就是我在穿中文的初期班 那時候我的中文能力還是不夠 那時候我的中文能力還是不夠 碰到一件很憤暗的事情 就是我去逛街時 晚上要回家時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回家 然後那時候我的手機也有沒電了 所以我剛好那時候 有一個過來的一個路人 我馬上就問他 不好意思小姐 請問你可以幫我看看 這個地球怎麼走才好嗎 我問他以後 他看著看著 五到十秒 就是他跟我說 你應該這麼走 這麼走 這麼走 這樣你可以 我們回到家 但是我聽完了 我還是一頭霧水 我覺得 應該我可以走路回家吧 但是他很多警察幫忙 我就是他把我帶來警察去 我就是很用心壓 即害怕 我不知道 為什麼他帶我來警察去 那時候我經常就是 我沒有做犯法的事情 為什麼他帶我來警察去 我就他跟我說 就是安娜安娜 你沒有做過什麼犯的事 我只是想要警察來幫你 帶他急車 幫你回家而已 所以我心想 我討論警察真是友善 那時候 我有記得今天 我覺得 我應該設定好自己的路 就是把渡文好好地選好 那時候我覺得 好像在早上 上渡文課的還是不夠 所以我覺得 應該可以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我的渡文能力 可以更提升更高一點 幸好 那時候我還以推進我 上華語班的免費課 這個免費的華語班 就是為了應應 新南向的政策而開口 這些免費的華語班 他們也可以陪勵 我們自己的穿場 比方說 或者是做噴熱 還是表演文化方面的一些活動 我在這個華語班的免費課 我覺得 我可以收到很多 知會 或是可以跟同學 描達自己的想法 了解他們的分感處境 或是知道他們的中文能力 在哪裡可以溝通嗎 我覺得在這些方面 我也可以了解到他們的 困難之境 比方說 這裡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 他們 剛來一條外區 中文能力還是不夠好 數學方面 剛好面 聽我看到 數學方面 他們就是 分數相當低的 我問他們 為什麼你們的數學這麼低 因為數學這麼難慢 他們馬上回答 就是數學沒有任何感 但是 因為母會中文 所以他們沒辦法 接觸這些問題 另外 就是 有大部分家庭 他們就是屬藍領階級的 所以 他父母沒有很忙的工作 十分煩慢 他們沒辦法 陪伴他們的小孩 那時候 我覺得 這些小孩 即使他們的學生 就能在學校 或是 安靜班 或是家裡 即使回到家裡的話 就是他們 沒辦法 跟別人 陪伴 就是一個人 待在家裡 玩而已 沒辦法 跟社會溝通 什麼等等 所以 我覺得 這些小孩 朋友 他們 相當缺乏 家庭人的陪伴 尤其可見 我極度 期盼 台灣 能夠 可以更多 這樣 要開設這些華語版 可以 讓我們的關係 朋友 可以 學會著文 讓我們的生活 可以順利一點 另外一方面 就是 我想問大家 就是 假如你們想在一個國家 定居 你們會不會為了想更 融入當地 學當地的語言 如果你們學當地的語言 在工程當中 碰到一些問題 你們會不會 馬上問當地的人 然後你們會希望當地人 馬上用英文來解釋 或是你們比較喜歡當地的人 用自己的語言來 讓你們解釋 我覺得 如果 看到這些問題的話 我會 願意 用中文 在台灣 我會願意 用中文 來幫一些 問題 朋友 再學中文 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我覺得 這些會 更有幫助 不是很快的 用英文 馬上繼續看 所以 我不有一些 不有一段 短短的首歌 我知道 我相信 每一位 學中文的學生 剛開始學的 會學到的 這首歌 就是 朋友 就是 我想送給大家 這一段短的 就是 朋友 不疼 不疼 我 一生 朋友 你會 懂 不疼 好尷尬 還有 傷 還有 痛 還有 還有 我 我覺得 這段短短的 一段歌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 在我們 人生 就是 不管哪個國家 我們都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 大家 可以 多了解 我們外國朋友 幫 聖宗元首 還有 就是 與人交流 幫忙活 謝謝大家 多等待 請